全能神话语朗诵 关于追求真理 怎样追求真理 三 还有一类人 这类人身体不太好 体质精力不太好 常常患一些大病小病 甚至不能附和日常生活的起居饮食 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行动 这类人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身体常常不舒服难受 有些人是身体虚弱 有些人有一些实在的病 当然还有一些人 有已知的潜在的某种疾病 这些人因为自身这个实际难处的存在 他们也常常为此而陷入负面情绪中 愁苦忧虑担心 愁苦忧虑担心什么呢 担心自己总这么尽本分 总这么为神花费跑路 总这么累 身体会不会越来越虚弱呢 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会不会卧床不起呀 这一切的担心成不成立 有没有人会对此给出任何具体的应对办法呀 谁会为此负责任呢 谁会为此买单呢 身体虚弱体质差的人 就为此而愁苦忧虑担心 有病的人常常在想 哎呀 我有心智把本分尽好 但我身体本来就有病 我求神保守 有神保守我不怕 但尽本分如果累着了 能不能犯病啊 真犯病了怎么办呢 如果需要住院动手术 我没有钱 我如果不借钱治病 这个病会不会加重 严重了之后会不会死啊 这个死算不算正常死亡 如果真死了 我之前尽的本分神纪念不纪念呢 这算不算有善行 算不算蒙拯救了呢 还有些人有已知的病 就是知道自己有一些实在的病 比如有胃病 腰腿痛 关节炎 风湿病 还有皮肤病 腹科病 肝病 高血压 心脏病等等 他就想 我要是一直尽本分的话 这些病神家给不给治啊 如果这些病严重了 影响到我尽本分 神给不给医治 别人信神之后病好了 那我这个病能不能好啊 神会不会像恩待别人一样 给我治病呢 我要是忠心尽本分 神应该会给医治 我要是一厢情愿求神医治 但神不给医治 我该怎么办呢 每每每想到这些的时候 他心里就生出一股深深的忧虑 虽然手中的本分没听 该做的一直在做着 但是为自己的病痛 为自己的身体 为自己的以后 为自己的生死 常常在思想 最后得出的结论 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 神会医治 神会保守 神不会放弃我的 神不会看着我陷入病痛 不管的 这些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观念 人有这些观念想象 丝毫解决不了自己的实际问题 人在内心深处 还隐隐地 为自己的身体与病痛 愁苦忧虑与担心 不知道谁能负责任 不知道有没有人负责任 还有一些人 虽然没有实实在在地感觉到 或者是确诊有任何的病 但是知道自己有一种 潜在的疾病 什么潜在的疾病呢 比如说 家族遗传的心脏病 或者糖尿病 高血压 还有的 有老年痴呆症 帕金森氏症 或者某种癌症 这都属于潜在的疾病 有的人知道 生在那样一个家族里 这个遗传的病 早晚会找上自己 自己如果信神 追求真理 尽好本分 有足够的善行 能达到让神满意 这种潜在的疾病 是不是就离开自己了 就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了呢 但是神从来没有给过这样的承诺 自己对神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信心 也不敢打宝票 不敢有任何的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因为不能打宝票 因为不能保证 所以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就很卖力气 很下功夫 很注重受苦付代价 凡事都要做得比别人多 比别人出众 吃苦在人先 享受要在人后 常常用这样的座右鸣 来鞭策自己 但是内心深处 对潜在疾病的担忧恐惧 依然是挥之不去的 这个担忧愁苦 一直伴随着自己左右 尽管尽本分能吃苦耐劳 甘愿付代价 但还是感觉得不到神的承诺 得不到神给的一句准确的话语 所以对这件事情 依然是充满了愁苦 忧虑与担心 尽管自己尽量地 不为潜在的疾病而做什么 但还是时不时地 下意识地在寻找各种偏方 来避免这种潜在的疾病 在某一天某个时辰 某个自己还不知情的情况下 突然降临在自己身上 有些人就时不时地 抓一些中草药来吃 有些人时不时 就打听一些偏方备用 有些人时不时就在网上 查找一些锻炼的小办法 来锻炼实验 虽然它是一种潜在的疾病 但还是在人心里 占据重要的位置 虽然人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 任何的症状 人还是对此充满了担心忧虑 内心深处为此而愁苦而消沉 总盼望借着祷告 借着尽本分来减轻消除 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负面情绪 这些真有疾病的 或者有潜在疾病的 还有担心自己未来能否得病的 以及一些天生就身体虚弱 大病没有 小病不断的人 他们常常为自己肉体的病痛 肉体的种种难处 而愁苦担心 想摆脱 想逃避还没有任何办法 想放又放不下 求神挪去 还觉得张不开口 不好意思 因为这种要求 有点名不正 言不顺 明知道这些事 不是自己该向神所求的 但是心里还觉得 人无能为力 如果把希望 寄托在神的身上 是不是心里会平安一些 良心会得些安慰 所以 人时不时地 就在内心深处 为此事做无声的祷告 如果得着一些额外的 意想不到的 神的偏带恩典 人心里会有 那么些许的喜乐 或者安慰 如果丝毫得不到 神家的特殊照顾 也丝毫感觉不到 神的任何恩待 人就会不自觉地 又深深地陷入到 愁苦 忧虑与担心 这样的负面情绪当中 虽然生老病死 这是人之常情 这是人一生当中 都不可避免的事 但是这些 有特殊体质 特殊病痛的人 他们还是在尽本分 或者不尽本分的过程中 为自己肉体的难处 肉体的病痛 而陷入愁苦 忧虑与担心 担心自己的病痛 担心病痛 会给自己的生活 带来很多的不便 还有这个病痛 会不会严重 严重了之后 后果会怎样 会不会死亡 这一系列的问题 让人在一些 特殊的环境之下 在一定的背景之下 陷入深深的愁苦 忧虑与担心之中 不能自拔 甚至有些人 因着已知的 严重的病痛 或者是潜在的 不能摆脱的病痛 而活在了愁苦 忧虑与担心之中 被这样的负面情绪 左右着 影响着 控制着 有一些人 被这种负面情绪 控制了以后 他们彻底放弃了 蒙拯救的机会与希望 选择放弃尽本分 甚至放弃 神恩待他的机会 而选择 而选择自己来面对 处理自己的病痛 不求任何人 也不等待任何的机会 专门去治病 什么本分也不尽了 就是自己身体还可以 能尽本分也不尽了 原因是什么 她是担心 我这病如果拖下去 神不给医治 我一直这样尽本分 最终还是个死 我要是不尽本分 自己去治 我可能还能多活两年 这病兴许还能好呢 如果继续尽本分 神也没说给治 说不定身体会更垮 如果再尽本分 十年二十年就死了 我不甘心呢 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我不想死得那么快 那么早 所以 她在神家尽本分一段时间 观望了一段时间 也可以说是 打探了一段时间实底之后 就开始琢磨 我一直尽本分 这个病也没有好转 也没有减轻 看来是没希望好转了 我当时计划着 如果撇下一切 能忠心尽本分 神是不是会把这病挪去呀 结果一切都没有按照 自己原来的计划 打算 愿望而实现 这个病还是跟原来一样 三五年 十来年过去了 这病痛也没减轻 看来 治病还得靠自己 不能依靠他人 谁都靠不住 命运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现在科技发达了 医学也发达了 治各种各样的病都有好药 都有一些先进的医疗手段 这病药治肯定能治好 有了这样的打算之后 他就开始在网上查 或者多方打听咨询 终于找到了一些方案 最终决定吃什么药 怎么治 怎样锻炼 怎样保养 他心想 我要是不尽本分 好好治病 这病就有希望能治好 这样的病都治好多少力了 他这样打算计划一番之后 最终选择不尽本分了 先治病要紧 什么也没有活着重要 由愁苦忧虑担心 变成了一种实际行动 这种忧虑担心 从思想变成了一种行动 外邦人有一句话 心动不如行动 行动不如马上动 这类人有思想 也会行动 而且行动迅速 今天想着要治病 第二天一早就收拾好行李 准备出发 没到几个月 噩耗传来 此人不治身亡 病好了吗 自己治也不见得能治好 但是在神家尽本分 你就一定不得病吗 没有人给你这个承诺 那你该怎么选择 该怎么对待病痛这件事呢 很简单 就一条路可走 追求真理 追求真理 根据神的话 根据真理原则 都实行出来 成为你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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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你的生命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不要放弃本分 无论你是在病痛之中 还是在痛苦之中 只要你有一口气 只要你活着 只要你还能说话 能走路 你就有精力 能尽上本分 那你就应该 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地尽本分 不要放弃 受造之物的本分 不要放弃造物主 交给你的责任 只要你不死 你就应该完成 你的本分 尽好你的本分 有些人说 你说这话 有点不尽人意呀 我有病痛 我难受啊 你难受的时候 可以休息 可以养病治疗 如果你还想尽着本分 那就可以减少工作量 尽点合适的本分 不影响养病才行 这就证明 你的心没有放弃本分 你的心没有远离神 心没有否认神的名 心没有放弃 做好一个受造之物的意愿 有的人说 我们这些都做到了 难道神就能把我的病 给挪去吗 能不能 不管神给不给挪去 不管神给不给医治 你所做的是一个受造之物 该做的 无论你的身体能不能尽上本分 能不能担起任何的工作 云不允许你尽上本分 你的心不要离开神 心不要放弃你的本分 这样你的责任 义务 本分就尽到了 这是人该持守的中心 你不能因为你的手 做不了事情了 或者嘴不会说话了 或者眼睛看不见东西 身子不能动了 就以为神应该给你医治 神若不给你医治 你就想从内心深处 否认神 放弃本分 离神而去 如果这样做 是什么性质 这是背叛呢 有的人没病的时候 心还能常常来到神面前 祷告神 有病希望神医治的时候 把希望寄托在神身上 人还能来到神面前 没有弃掉神 但过了一段时间 神也没给医治 人对神就失望了 从内心深处 就弃掉神了 就放弃本分了 有些人病轻的时候 神没给医治 他没有弃掉神 但到病重的时候 临近死亡的时候 他确定 神真的不给医治了 等了这么长时间 等来的是一个死亡的结果 人心里就弃掉神了 就否认神了 他认为 神不给他治病 那神就不存在 神不给他治病 神就不是神 就不值得信 因为神没给他治病 他感觉信神 后悔了 就不信了 这是不是背叛神 这是严重的背叛神 所以千万别走到那一步 能顺服致死的人 才是真有信心的人 病痛临到的时候 人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人应该怎样选择 不是要陷在愁苦 忧虑与担心之中 为自己的前途后路着想 而是越是在这种时候 这种特殊的环境背景之下 越是自身有这种切身难处的时候 人越应该寻求真理 越应该追求真理 这样 你之前所听的道 所明白的真理 才没有白听 才能起到作用 越是在你有这种难处的时候 越是你应该放下自己的意愿 顺服神的摆布的时候 神给你摆设这样的环境 给你安排这样的条件 目的不是为了让你 陷在愁苦忧虑与担心的情绪之中 不是让你在病痛临到的时候 试探神到底给不给你医治 从中摸着实底 神给你摆设这种特殊的环境 特殊的条件 目的是为了让你在这样的环境与条件之下 能够学到实际的功课 能够在真理上 在顺服神上 有更深的进入 让你更清楚 更准确地知道 神是怎样摆布人事物的 人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 人不管能否感受到 能否有真切的知觉 人应该做的是顺服 而不是反抗 不是拒绝 更不是试探 同样都是死 如果你反抗 拒绝 试探 最终的结局 那是不言而喻的 相反 你如果在同样的环境与条件之中 能够寻求受造之物 应该怎样顺服造物主的摆布 寻求神让你在灵道的环境中 应该学哪些功课 应该认识自己哪些败坏性情 从中明白神的心意 做好你的见证 来达到神的要求 这是你该做到的 神在一个人身上 安排一种病痛 或大或小 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体会 病痛的来龙去脉 病痛对人的危害 病痛给人带来的种种不变难处 还有病痛给人带来的种种感觉 不是让你在病痛中 体会病痛 而是让你在病痛中 学到功课 学会摸神的心意 认识人在病痛中 所流露的败坏性情 与人对于人对待神的错误态度 学会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达到真实的顺服神 能占助见证 这是最关键的 借着病痛 借着病痛 神要拯救你 也要洁净你 洁净你的什么 洁净你对神的各种奢侈 欲望要求 甚至洁净你为了求生 为了活着 而不惜一切代价 做出的种种打算 判断与计划 神不让你自己计划 不让你自己判断 不让你对神 有任何的奢侈欲望 神只要求你顺服 在实行经历顺服中 认识自己 对待病痛的态度 认识自己 对于神所给你的 这种身体条件的态度 还有你个人的意愿 当你认识到这些的时候 你就能体会到 神给你摆设的 病痛这种环境 或者是给你这样的 身体条件 对你来说太有益处了 它对你的性情变化 对你的蒙拯救 对你的生命进入 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所以 临到病痛的时候 人不要总琢磨摆脱 也不要总琢磨逃避 拒绝 有些人说 不要逃避拒绝 不要摆脱 意思就是不一致呗 我没那么说 那是你错误的领会 我支持你积极的治疗 但是不希望你活在病痛之中 不希望你因着病痛的影响 而陷入愁苦 忧虑与担心中 最终因着病痛给你带来的 种种痛苦 而远离神 气掉神 如果你的病给你带来的痛苦很大 你希望得到治疗 希望这个病离开你 这当然是可行的 这是你的权利 你有权利选择治疗 任何人没有权利制止 但是 你不要因为治疗 就活在病痛之中 拒绝尽本分 放弃尽本分 拒绝神的摆布安排 如果病痛得不到治愈 你就陷入愁苦 忧虑与担心中 从而对神充满怨言 充满疑惑 甚至对神失去信心 失去盼望 还有的人选择放弃本分 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面对病痛可以积极地治疗 但是也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 至于这个病治到什么程度 能否治愈 接下来的结果 无论是什么 你都应该顺服 没有怨言 这是你应该有的态度 因为你是受造之物 你别无选择 你不能说 这病如果能治愈 我就相信这是神的大能 如果不能治愈 那我对神就不满 神为什么给了我这个病 为什么让我这个病不能治愈 为什么这病没有落在别人身上 却落在我身上呢 我不甘心 为什么我这么年轻 早早地就得死 为什么别人还能继续活着 为什么 不为什么 这是神的摆布 没有任何理由 你不应该问为什么 问为什么 这是悖逆的问话 这不是一个受造之物 该问的问题 不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神就这么安排的 神就这么计划的 你要问为什么 那就只能说 你这人太悖逆 太刚硬 有一点不如意 神没满足你的意愿 没让你得逞 你就不高兴了 你就不愿意了 你就总问为什么 那神要问你 你作为一个受造之物 为什么没尽好本分 尽本分 为什么没忠心呢 你怎么说 你说 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这样 行不行 神跟你那么说行 你跟神这么说不行 地位站错了 太没有理智了 受造之物 不管临到什么难处 顺服造物主的安排摆布 这是天经地义的 就像你的父母 生了你 抚养你长大 你叫他们爸爸妈妈 这是天经地义的 就该如此 没有为什么 那神给你摆布 那神给你摆布这一切 让你享福也好 让你受苦也好 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你没有选择 你如果能顺服到最后 那你就如彼得一样 蒙拯救了 但是你因为一时的病痛 埋怨神 弃掉神 背叛神了 那你之前的撇弃花费 之前的尽本分 之前所付的代价 就都一笔勾销了 因为你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没有为你尽好 受造之物的本分 占好受造之物的地位 打下基础 也没有改变你什么 这就导致你因为病痛 背叛了神 那你的结局就和保罗一样 最终受到惩罚 这个定性的原因 就是你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冠冕 为了得福 如果到最终 在面临病痛死亡的时候 你依然能够顺服 没有任何怨言 那证明你之前所做的 对神是真心的 是甘心的 你对神有顺服 最终你的顺服 也给你的信神生涯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是蒙神称许的 所以 一个病痛最终能让你有好的结局 也能让你有坏的结局 就看你走什么样的道路 你对神的态度是什么 人因为病痛而陷入负面情绪的问题 是不是解决了 面对病痛 有没有正确的思想观点了 有了 会实行吗 你要是不会实行 我告诉你个绝招 最好的一招 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 如果病痛临到了 不管你明白多少道理 但还是胜不过去 心里还会愁苦 忧虑担心 不能坦然面对这事 心里还倒有怨气了 总琢磨 别人怎么没得这病 怎么让我得上这病了呢 我怎么摊上这事了 是我的运气不好 命也不好 我也没得罪过谁 也没犯过什么罪 怎么就临到这事了呢 老天对我真是不公啊 你看看 除了愁苦 忧虑与担心之外 又陷入了消沉当中 这负面情绪 是一个接着一个 想摆脱都摆脱不了 因为这个病是食病 它不好挪去 也不好治愈 怎么办呢 想顺服又顺服不下来 如果今天顺服下来 明天病情恶化了 痛苦得厉害 又不想顺服了 又埋怨了 总是这样反复 该怎么办呢 这里有个诀窍 我告诉你 不管临到大病 还是小病 一旦病重了 或者要面临死亡 你记住一条 你别怕死 即使是癌症末期 即使这个病死亡率很高 你别怕死 不管你所承受的痛苦有多大 你怕死 你怕死就没有顺服了 有些人说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还受到启发了呢 我有更高的招 我不但不怕死 我还求死 那是不是更容易度过了 为什么求死 求死那是极端的想法 不怕死 这是理性的一种态度 是不是 不怕死 应该有怎样的态度 合适呢 就是这个病 如果重到一定程度能死 不管多大年龄的人 得这病之后 死亡率都很高 而且从发病到死亡 周期很短 你心里得怎么想呢 不能怕死 人谁没有意思 但是能达到顺服神 这个多数人做不到 我就借着这个病痛操练顺服 我应该有顺服神的摆布安排 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态度 不能怕死 死亡是一个很容易的事 比活着容易多了 痛苦到一个地步没知觉了 眼睛一闭就没气了 灵魂就出窍了 这一生结束了 这就是死的过程 就这么简单 不怕死 这是一方面该有的态度 另外 你别担心你的病会不会加重 得不到治愈之后会不会死 在多久之后会死 死的时候 自己要承受哪些痛苦 别担心这些 这些不是你该担心的 因为这一天必然来到 必然要在哪年 哪年哪月哪日来到 你躲也躲不掉 想挪也挪不去 那就是你的命 所谓你的命 就是神已命定好的 神已安排好的 你的受数据 你的受数多大 与死亡的年龄 时辰 神都给定好了 你担心什么 你担心也改变不了任何事实 你担心也避免不了 这个事实的发生 你担心也避免不了 那一天的来到 所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只会给自己的病痛 带来更重的负担 一个是不担心 一个是不惧怕死亡 另外就是不要忧虑 说 我死了以后 丈夫能不能再娶 妻子能不能再嫁 我的孩子谁管 我这个本分谁来接替 谁还会记得我 我死了以后 神会怎样定我的结局 等等这些 都不是你应该担心的 死了的人都有正当的去处 神有安排 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着 没有任何人的存在 能影响到这个人类的 正常活动与生存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消失 能改变什么 所以这一切都不是你应该担心的 你担心七大姑八大姨 这都是多余的 你担心你死后 有没有人会记得你 这更多余 记得你干什么 如果你像彼得一样 那记得你还真有点价值 如果你像保罗一样 那你给人带来的是祸患 为什么要记得你 还有一种担心 是人最现实的一个想法 说 我死了以后 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世间了 再也享受不到 这一切的物质生活了 我死了以后 人世间的这一切 就与我无关了 人活着的感觉就没有了 我死了以后 那我会去哪儿啊 会去哪儿 这不是你该担心的 也不是你该忧虑的 你再也不是活着的人了 你担心你再也感受不到 物质世界的 这一切人事物环境等等 这更不是你该担心的 你放不下也没用 不过有一点 能让你得安慰的是 或许这次你的死亡 你的离去 是下一次投胎转世的 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更好的开始 一个健康的开始 一个安然无恙的开始 一个灵魂轮回的开始 未见得不是一件好事 或许你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形式存在 那到底是另外一种 什么形式 那就都在乎神的安排了 在乎造物主的安排 对于这一点 可以说所有的人应该拥拥 如果你选择离世之后 以更好的方式 以更好的形式存活 那现在不管你的病痛多么严重 你到底应该怎么面对 应该预备哪些善行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做无谓的 愁苦忧虑担心 你这样想 对死亡的惧怕 恐惧拒绝的程度 是不是就变轻了 刚才一共说了几方面 一个是不惧怕死亡 还有呢 别担心病会不会加重 还有别为老婆孩子 为自己的结局归宿担忧等等 这一切都交在神手中 还有吗 不用担心以后死了去哪里 担心这些没用 你活在当下 把现在当下该做的做好 以后怎么样你不知道 应该把这些事交给神 还有什么 赶紧为以后的归宿 预备善行 对了 为以后预备更多的善行 人应该追求真理 做明白真理 有真理实际的人 有些人说 现在提到死亡这个事 是不是每一个人将来 都会面临死亡呢 这是不是赵头不好啊 不是赵头不好 也不是给谁打预防针 更不是咒诅谁马上死 这些话不是咒语 那是什么 是人实行的路途 对了 是人该实行的 该持守的正确的观点 态度 是人该明白的真理 即使是没有病痛的人 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也应该有这样的态度 面对死亡 那有些人说 是不是我们不怕死 死就不会临到我们了 这是不是真理 不是 这是什么 观念想象 这是偏谬的东西 这是逻辑推理 撒旦哲学 这不是真理 不是你不惧怕 不担心 死亡就不会临到你 你就不会死了 这不是真理 我所说的是 人对待死亡 对待病痛 应该有的态度 你有了这样的态度 你就能从病痛的愁苦 忧虑担心 这种负面情绪里走出来 不被病痛缠绕 不受病痛这个事实 对人思想 对人精神世界的伤害干扰 人切身的难处 一个就是前途 一个就是病痛死亡 前途与人的生死 能控制人的心 你能正确面对 这两个问题了 你能胜过消极情绪了 一般的难处 就不会难倒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